北市高中報教職員性騷擾 年輕女老師控校方冷處理 職場性騷擾案層出不窮 但這次居然是發生在教職員之間 台北市某公立高中女教士A 向蘋果控訴一名同校男性組長 常常借著公務以償熱心 對校內年輕女老師毛手毛腳 她會找比較年輕的女老師 就是會有可能是拍肩 比較嚴重是她有到摸腰和伏肩膀 甚至有一次趁她蹲下 用大腿緊貼她的背部 要是她轉身就會面對到男職員的胯下 讓她感到非常不舒服 所以就想因為會被熱熱 我倒下去就想說趕快逃離 因為我不知道我轉過去我會面臨到什麼 事發後她起得向學校申訴 沒想到在調查還沒開始前 她就接到男職員的道歉電話 讓她質疑校方處理程序有瑕疵 而且校方態度也讓她很受傷 校長就是 她也很前面的跟我說 一定要去外面說什麼 這樣會妨礙校 蘋果致電該校校長查證 對方僅表示不方便回應 隨即掛斷電話 北市教育局表示 目前該男職員被寄申戒一次 也同意道歉 但道歉性內容和受害女教師沒有共識 將請校方依性騷擾事件處理流程處理 遭控男職員則反駁 事發當時現場有很多同仁 校內調查時也沒有訪談 有點偏談女教師說辭 而且她認為法條引用有誤 當時在執行公務中 應該用性別工作平等法 調查時卻引用性騷擾防治法 一向公務員保訓會提起復審 勞動部也指出若尋校內管道申訴 是用性別工作平等法 且當事人是公務員會依公務人員相關規定處理 如果報警處理則是用性騷擾防治法 該男可能會有相關刑責 警方也可能會請學校協助調查